雖然說我們回來有沒有 就從這個理工科碩士對不對 清大碩士就變成美咪耶 那就回來啊 無妨啦 無妨啦 因為我會知道說 我會知道說 姐姐的穩定 是我心裡面 最深的羈絆 尤一山放不下的 是她中度智能障礙的大姐瑞娟 所以當初才會決定回宜蘭 接下媽媽的麵攤生意 這小翠說今天炒的很好吃喔 很香 很香香 香噴噴 十二年的訓練和陪伴 現在只要口頭交代 大姐就可以獨立完成工作 讓尤一山能去處理其他的備料 這個全部都是魚肉 把魚肉打成這樣子的一個泥狀 像是店裡的招牌肉跟花枝根 一天各要做一桶 得靠手工把肉條或整片的花枝 包進魚漿裡 那很好是廢離的 我們是維持一個姿勢不動 所以做到後來那個背很痠 然後就 這樣 忙歸忙 但尤一山還是能和同事搭配 有條不問控制廚房裡的節奏 泥粉放了嗎 因為他是青大工業工程碩士 對流程管理很有一套 接下這湯湯水水的生意之前 仍在日本京都大學當交換學生 對未來的想像 是畢業後到國外工作 享受多彩多姿的人生 就是花花世界要去享受一下 哈哈哈哈 人因逐夢而踏實 多麼踏實的生活 對不對 我自己都覺得我的人生過得很好 然後可是 就是你 你就接到那個二姐的那個 就是跟你講說 姊姊又怎麼 大姐又怎麼樣啦 我們已經一個禮拜不能睡覺了 然後就想 天啊 原來我想像中的那個 很踏實的生活 其實是陷入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瑞娟 我們一起來飯碗剝菜好不好 好 來這邊 那痛苦來自於大姐瑞娟 過去嚴重的情緒障礙 也是由一箱回來 最難克服的地方 上面要看 對 張的要挑起來喔 像現在工作時有外人 還有鏡頭拍攝 瑞娟只是看了一眼 還能保持平靜繼續洗菜 以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她在生氣的時候 她會罵客人喔 通通出去 我們走過來 抬人喔 把垃圾全部倒下來 然後你要 再去整理啊 然後 有時候會咬我 然後我媽媽就會選擇 比較快的解決方式 比如說就是 打 就是愛的教育不行 就是鐵的紀律這樣 對 那 所以那時候就是 兩人就是很 很賤把他弄髒啦 來這樣子 OK 往後 你往後一點 所以從董事以來 劉逸山就扮演 媽媽和大姐之間的橋樑 也會在媽媽忙著 店裡工作的時候 幫忙安撫和照顧大姐 因為某部分 我也會覺得姐姐是我的責任 因為這是我從小 你看我就說從我 國小 國中 高中 你就一直在 處理這樣一個人生了 二姐也會陪我一起啦 我覺得就是 個性上的差異性啦 我 我比較能夠 有耐心去 去對我大姐 去 去被他做事情這樣 啊 我弟弟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他跟我們差八歲 他太少了 那時候 你看你看 好多菜龜喔 好多貼紙 看來做這個 拿到 你太長嗎 沒有 你太長了 哇 你真厲害 你好棒喔 你剛才不記得 你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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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便高中之後 瑞娟進入了特教班 但青春期 加上長期不懂得正確表達情緒 狀況不但沒有改善 甚至更糟 你現在說一說一說一說好 還有一十一句 又再翻起來 我看你整個月都沒睡 半夜就會 然後就 發生什麼事了這樣子 就是你想睡覺 但你不能睡覺 因為他在那邊亂哄亂叫 想要把東西往外面摔 因為我們宜蘭都透天嘛 透天往外丟 就丟到馬路上了 所以會睡不著覺啊 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他半夜開始哀嚎的時候 你會很緊張 因為你不知道他現在哀嚎 是在他的房間裡哀嚎 還是他已經進化到 他要拿東西準備去丟人家了 那個時候瑞娟經常一鬧起來 短則一個禮拜 長則一個月 那時候對我來講是 晚上不能睡覺 我早上還是要去上學 對 所以就是你呈現的都是空洞這樣 那糾結到一個月啊 真的是 嗯 那個真的心很累啦 有時候真的是無語問蒼天了 就是你都想說 坐都會想說 這個人生 什麼時候才是一個鏡頭 你知道嗎 即使如此 尤一山卻從沒有抱怨過 媽媽為什麼不收掉店面 專心在家照顧姐姐就好 其實你整天照顧她 你是會累死 氣死 不是說你整天陪著她就好了 有時候 反而有時候你要有一點其他事情 你才不會 才不會 才不會 你就是 縮在那個圈子裡面 你就 越痛苦 越痛苦 她一定要顧好她自己 她才有辦法回來 看到女人她是開心的 你連她那麼一點喘息的時間 你都要把她剝奪走了 請問她要怎麼去對待她 她要怎麼去看待她的小孩子 因為那太累了 直接拿旁邊有拖 就是因為理解媽媽的心情 也懂大姐需要陪伴 所以當初在日本 接到家人打電話吐苦水 由一山才會決定 放棄計畫中的人生 被假包 對 我不是為了逃離姐姐 是我自己 有這樣的一個期許 所以你是為了自己去國外嘛 那你在國外聽到姐姐的 的那個 情緒障礙的時候 你就會很內疚 因為我很清楚 只要透過我的付出 姐姐一定可以更穩定 我完全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從小到大我就觀察 她缺了就是這個 陪伴跟付出 那我既然知道了 我只要願意成為分母 她就可以獲得穩定 然後你那邊還有沒有 那個壓賞都拿出來 把它填滿 人的一生很長 你知道嗎 我當時也不過就是一個 25歲的孩子在做抉擇而已 那我就想說 那我如果花個10年 我35歲 或我40歲的時候 對不對 我姐姐OK了 我就可以再去追求 如果我有自己想追求的 自己的夢想可以晚點追求 但姐姐需要的陪伴不能等 除了她 媽媽也是關鍵 好 一個小菜先給你 然後還有一個八寶湯 然後再一個泡菜 這樣190 為了讓媽媽能把更多重心 放在姐姐身上 游易山利用她的工業工程專業 把小麵攤大改造 引進POSE系統 還買了洗碗機 減輕人力負擔 再改善廚房動線 提高出餐效率 我讓整個系統上 她比較可以用系統性去運作的時候 我媽媽時間就多了 我媽媽時間多了 她就可以 終於可以去陪伴她了 她不用一天 一天綁八個小時在電 就算改革的過程 讓她好幾次 和負責管理財務的爸爸 整風相對 但最後還是願意調整態度 好好溝通 我在做這些事業的同時 我也是一直有在陪伴瑞娟 那我如果離開的話 瑞娟又回到當初沒有陪伴的時候 因為我一旦去選擇別的職業 我就沒有空去陪伴瑞娟了 對不對 那時候我回來的時候 真的是我回來的時候 真的就差很多了 很快就差很多了 你要喝嗎 你要喝嗎瑞娟 還是你還是不敢喝冰的 要 我們現在有在工作 沒有工作 因為姐姐的改變是看得見的 媽媽陪伴多了 瑞娟情緒也穩定了 還有耐心幫忙更多店裡的工作 廚房 還有 櫃檯 可是她打當我不會 但你還是願意去幫她嗎 對啊 為什麼這樣 其實會讓我有進步的機會 去練習才有進步的機會 對 最主要是因為我對她有一顆愛心 我是愛她的 所以我願意去花我的時間去參 然後去找到方法 然後再去試 然後 我也很欣慰看到姐姐的 因為我這樣的嘗試 她很明顯的提升 想到這 再辛苦都值得了 尤一山也會開導媽媽 去接納大姐的不完美 她就是一個大人的身體 在幼幼般的頭腦裡面 然後跟幼幼般的情緒裡面 對 所以 所以我們要改變的不是期許她長大 而是要改變你自己把心胸放大 去接受 去接受 完完整整的去接受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 喜歡大家 跟我說 我很棒 很會做事 這樣會讓你覺得 沒有成就感是不是 會 那經過了將近 你看都 十二年的努力了 對不對 那我姐已經很穩定了 她其實從兩三年前就開始很穩定 對 所以我就會很清楚 這個真的是我要的 再選擇一次 我還是會回來 尤一山相信 她跟姐姐的緣分 是老天的特別安排 我會跟他們說 跟媽媽跟一山 說我愛你 我會說謝謝 因為愛和陪伴 一家人可以幸福快樂在一起 那是比出國工作 環遊世界 更開心的人生成就